无缘摇杆器 大气和地表温度 降雨强度 风和云覆盖图 水分和盐分的地图等等 无缘摇杆器用于测量这些类型的信息 帮助我们更好的预知 我们的星球预防自然灾害 无缘摇杆器测量 所有物质发出的电磁能 如热红外能 地球的热量 或从地面和海洋反射的阳光 一种不能在夜间测量的能量 所有温度高于开尔文零度 绝对最低温度的物质 都可能发射电磁能 无缘摇杆器或辐射剂 测量这种能量 无论是微波 红外线或光波频率 无缘摇杆器 检测大自然发射的电磁能量 如红外线或太阳光 还可以测量为其他目的而创建的信号 这些被称为机会信号 机会信号 比如说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如美国GPS 无线电演芯 你拔掉天线会只听到第二类噪声 因此 无缘微波辐射剂需要把这两种类型的噪声分开 只测量由天线接收到的信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